撒摩尔记上第十四章 我们请翻开撒摩尔记上第十四章 那在十四章因为这个经节比较多 那我们没有一一一章一节一节来读 所以我们就用分段的查考的方式来做一个分享 第十四章接续前面的上一章提到 这个非利式人这样的一种攻击 非利式人的聚集 而且是大军压境 这时候人人自危 百姓也因为害怕 那么在国王并没有充分的带领大家组织训练 而且心理上是怯懦的 是胆战的 是不懂得真神在带领的 所以这个时候信心低落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神仍然预备救恩来救赎他的百姓 所以在十四章的一开始提到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里是约拿丹跟他的随从两个人做一种在环境中的一种突破 但是其他人通通待在后面 待在后面做什么 因为敌人太多 而且自己毫无准备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是可以说是敌重我寡 对以色列人来讲 敌强我弱这种情景 在带领的这个扫罗瓦 他的这样的一种没有远见 也没有预备 他是一筹莫展的情形下 那这样子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真的是很重大的危机 但是我们说环境考验人 但是就可以知道人心如何 我们说疾风之浸草 对不对 没有风哪知道这个草是这么样的强韧 路遥知马力 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长途的考验 怎么知道这些马是不是真的是好马俊马 所以环境考验人 这时候考验出来了 我们在这一章会看到扫罗王跟他的儿子 这个约拿丹的比较 一个像是属肉的这样的扫罗王 一个却有属灵的这样的一种美好表现的王子 约拿丹 所以属肉的扫罗王 他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看环境 他没有在看神 所以他就靠自己不靠神 这是属肉的人的表现 但是属灵的人呢 有神的这样的美好的教导在心中 属灵的人就是约拿丹 现在谈到约拿丹 他有一种信心 所以就有一种眼光 所以他看到那个可以突破的路径 所以属灵的人不是自己血气之勇 是靠神勇敢 然后能够积极的突破这个环境的包围 所以他不但能够激励了人心 能够让百姓后来改变 因为环境又改变了 看到神的同在 然后齐心向前来迎敌 最后能够转败为圣 能够得到最终神的这样的一种眷顾 这是一种信心的模范 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提到 这样的一种背景 那约拿丹跟这两个 就是跟他的水虫 两个人突破这个困境 突破这个环境 他们没有告诉别人 所以啊 因为他知道 如果告诉他的父亲扫罗王 扫罗王是看环境的 是贫血气的 是属肉的这种做法 一定告诉他 不要太危险 毫无胜算 敌不动我不动 这种苟且投安 英寻苟且的心态 偏安的心态 所以他告诉父亲没有用 所以他为什么敢这样做 他不是贸然的 他其实是有信心在他的里头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做个比较 首先看到约拿丹的信心就在这里 约拿丹直接在第一节说 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 什么叫不如 待在这里 作困酬成 等着被宰杀 那不如我们试试看 所以啊 这是一种勇敢 这是一种 不愿意被环境困住 他会积极想办法 所以 约拿丹在这里充满了信心 而且有积极的动作 所以我们来看 从第六节开始 在描述这个实际的过程 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 未受割离的人房淫那里 谁是未受割离的人 就是菲利斯人 我们或者 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到了第六节 我们看到 约拿丹的信心 他不是盲从 不是这种血气之勇 我们跟今天 我们看电视 这几天都在做的 在我们的国会里头 这样 大家拼死拼活 从外面到里面到外面 都是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打属灵的征战 我们看到约拿丹 他并不是 没有头脑的 这样子 很杀很冲的人 看第六节 他讲的三个理由 我们看见他的信心 是很好的 是智慧的 他为什么敢勇于尝试 来突破这困境呢 我们说 失败的人都找理由 所以扫罗 我们上一章提到了 他失败了 他没有办法 他又犯规 违反诫命 然后他通通找理由 所以失败者找理由 但是呢 能够成功的人 我们说他找的是方法 方法在哪里 我们来看第六节 约拿丹说 我们不如过到 未受割离的人 防瘾那里 未受割离表明什么事情 我们的身份是受割离的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受割离 全体行 南丁行割离 这是与神立约的表现 是属神的人 所以以色列人知道 我是属耶和华真神的 以色列是神的王子 神的百姓 所以啊 约拿丹这时候 他的信心来自于 有一个基础 我属神 所以真神与我同在 那非利式人虽然万军千军万马 我们虽然只有我一把刀 还有我爸爸那里一把刀 其他人都拿农农具 很可怜 又少又弱 但是我是属神的 我就有这个勇敢 因为神胜过一切 祂是万军之耶和华 祂是真神 祂是掌管一切 祂是同管万有的 所以祂说 我们面对那个未受割离的人 祂想起我是受割离的人 我是以色列人啊 我是神的百姓啊 所以我们何必躲在这里 我们应该靠神去试着 这是祂信心的第一个理由 想起身份尊贵 我们今天如果想起我们身份尊贵 我们就不会胆怯懦弱 我们就不会被环境压制 我们就不会像扫罗一样看环境 那什么都不能做了 什么都不敢做了 如果我要接受这份救恩 我没有信心我都真的不敢进来 因为我们层面谈过啊 人家会 传统上面会有束缚啊 人情的压力啊 传统的捆绑啊 我是举例啦 所以这个信心从哪里来 看到真神 所以约拿丹的眼光 看见了真神 看见了祂的属灵身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他说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他在等待啊盼望啊 如果我是以色列人 那耶和华真神 当是我的主 当是我的神 他应许啊 为我们来保守啊 撒姆尔带领他们说 只要你们守诫命 你们敬畏神 依靠神 耶和华真神一定帮助你们啊 前面好几次的经验了 所以他知道啊 他说 如果神为我们施展能力呢 施展能力原来是说 神为我们显一个神机啊 在人不能 在神无所不能 神出手的时候 哪有人抵挡得住 前面我们都看到了 神让天打雷 震乱了这个敌人 敌人就混乱 就得胜啊 怎么不可能 神愿意就可以 所以这是第二个他的信心基础 主若愿意必可以成就 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而不是我若愿意 但是我能力不足 但主若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走 做这个做那个 所以要在乎神 神的旨意啦 所以我们今天啊 为什么在世上能够有信心 走路能够坚强有力 不是我们自己多么有经验 多么有智慧 多么有才能 多么有诠释 是靠神哦 那这个勇敢就不一样了 好 那第三个 最后这句话 因为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所以啊 约拿丹非常清楚 神为我们施展能力 是神使人得胜 所以得胜在乎真神啊 不在乎人多人少啊 这就是约拿丹的聪明 他的智慧也是他从神那里得到的信心 所以啊 就这样子啊 他认为我该行动 而且我靠神 我敢行动 不是坐在这里等着敌人 来把我践踏 把我吞噬 所以啊 这是约拿丹的一种 有根有基的信心 所以我们来看 诗篇很多啊 这个神的百姓 神的仆人啊 神的这些喜悦的这些 他的百姓子民 都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诗篇 像二十七篇 二十篇的第七节 大卫就讲到啊 大卫啊 他也是有这种信心的 他说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这是世上的人啊 没有钱 我觉得不敢动啊 不够多 我不敢做什么事 他说我要去赚钱 我要赚很多钱 我人生才有希望 这是世人 他要靠车 世人要靠马 就是物质 钱财 但是呢 神的百姓大卫说 我们要提到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这就是选民的盼望啊 不是靠车 靠马 靠人 是靠真神 所以啊 像这样的信心 就能够得神喜悦 希伯来书说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啊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你要信有神 而且你要信 神会赏识那 寻求他 就是信靠他的名 提他的名 向他服务求 向他祷告的人 神就会赏识啊 这就是选民的盼望 跟从神来的这样的应许 所以约拿丹抓住这份神的应许 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正确的信心 好 所以再回来看十四章 萨摩尔记上今天的十四章 所以他带出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喂 他告诉这个少年人 第七节 所以这个少年人啊 也跟着有信心 所以拿兵器的对他说 就是他的随从 好 照你的心意行吧 你可以上去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心 你看哦 大家人心惶惶 胆怯害怕 但是这时候 约拿丹 依靠神的信心 然后讲出有信心的话 神必同在 所以旁边的人听到 也得到鼓励 所以这个小兵啊 说好 我 愿意顺从你 你的信心鼓励了我 你的信心是从对神来的 对神的信心 不是你的血气之勇 所以有根有基 我就跟随你 我要与你同心 所以啊 也不是他一个人单打独斗 所以啊 就两个人同心 所以第八节开始 那约拿丹说 我们要到那边 到菲利士的那里去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段 给我们很好的一种 引导 我们常常 在软弱的时候 或者在 在 一个 关口的时候 关卡 我们要怎么样 往前走 有时候我们需要 再抓住那个 像约拿丹这样 去想一想 我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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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的话 神的印记在我身上 有没有 我们 我们有没有印记 有耶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在爱子的国度 在神 神的这种保守之中 又四下圣灵 永生的印记 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不是属世界的 所以这第一个 要想起来 那第二个 我们要想起来 神 应许 因为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那我们就要 愿意依靠啊 然后 再想一想 神使人得胜 不在乎 人多人少 非利式人那么多 都不怕 不用怕 神胜过一切 今天也是 非利式人对我们来讲 是世上的这些困难 世上的这些挑战 我们不用怕 神会带领我们 所以啊 有这样的信心 就可以 兴起一种勇敢 我们鼓励的自己 也鼓励的旁边的人 我们常常在说 我们在重要的时刻 需要带出信心 或者说 有一个信心的人 站在旁边鼓励我们 就像我们常讲的 那个 多疑的多玛 多玛 多玛 却啊 在关键时刻 讲出像圆拿丹 这样信心的话 耶稣说 我们往耶路撒冷去 那门徒都害怕 说不要 大家拿石头要打你 大家不要啊 但是多玛 站出来说 走 我们跟耶稣去同死吧 就算有生命危险 我们也要跟从 因为他对主耶稣有信心啊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信仰里面 我们需要有多玛 需要有约拿丹这样的 鼓励我们的人 我们听到 就要勇敢 像这个小兵一样 走 我与你同心 我与你同行 或者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 约拿丹 成为别人的多玛 走 我们跟随主不要怕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信心 好 所以 在十四章这里啊 这是约拿丹有信心的 这样一个基础 带出很好的 再来呢 这个信心就可以造就彼此 造就别人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 有信心的果效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提到啊 主耶稣说啊 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呢 主耶稣祂应许 我们有两个人啊 在一起 同心祷告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九节 主说我们中间 如果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这就是这种信心带出来的 彼此鼓励彼此勇敢 又能够同心来祈求 那神天上的父 真神 那个 就是 现在 成全 这个 约拿丹他们的真神 今天啊 就是我们 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一样的 这位永生神 他为我们成全 所以我们祷告要抓出这样的信心 也要同一同有这样的心意 所以二十节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一样啊 我们来聚会 不是平白无故的 是我们奉耶稣的名在这里 主在我们当中 那你想主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聚会造就有多大呢 神要把祂的真理 把祂的智慧交灌在我们的心中 祂要把祂应许的这样的盼望 也牢牢的稳固扎在我们心里头 这我们聚会很有意义的 我们要带着信心 这样子 好 这就是啊 一样的道理 好 回来看 《桑莫经》上十四章 那这样的信心可以得到造就 造就自己 也造就别人 好 再来 约拿丹他还有 有信心的根基了 带出造就 然后他就有行动 所以啊 雅各苏告诉我们 信心 没有行为是死的喔 所以他真信心 他有一个行动 我们来看 第七节 小兵跟着他同心 第八节 十四章第八节 原来他说我们要过去 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说我不要偷偷摸摸的 我用光明的方式 神与我同在 那我就真的赶走这个勇敢的步伐 好 他有带出信心的行动 因为啊 这样的行动是得神喜悦的 那因为勇敢向前面对敌人 这是真信心啊 神就给他凭证喔 接下来他要求证据 人对神有信心 神会四下凭证的 我们看第九节 他就跟小兵约好 我们啊 他们喔 就是非利式人这个防营的 这些军兵丁啊 当然他们看到我们喔 所以我们不能躲起来啊 不是去去突袭啊 顶多砍几个人 最后被抓住 我们现在神与我们同在 神必定给我们凭证 所以他们约好说 他们 非利式人如果说你们站住 让我们过去到你们那里 我们就站住 不上去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通道很特别 这是爱个爱口 所以非利式人把守在那里是对的 所以根本过不去 所以他要爬 那上去一定被防兵看到啊 所以他说 如果他叫我们站住 我们就不要动 因为就是这样的 但是第十节 如果非利式人说 你们上来 我们这里来 叫我们上去 那这就是凭据了 我们要正 这个有信心 神给我们这个凭据 我们就上去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知道 神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了 用这个 求凭据喔 所以这个不是试探神 这是 交托给神 那就 就相信神 必四下证明 所以啊 十一节 两个人就真的上去了 然后他们就 要 不用躲藏的 就是在公开 就上去 因为他们愿意得到神的凭证 也愿意带着信心走这条路 所以他们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非利式人说 诶 那个西伯拉 两个西伯拉人 大家都躲起来 诶 这两个人 跑出来了 可能要来求饶吧 要来投降还是怎么样 因为也很多人投降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好 那这个 非利式人看到了十二节 就对约拿丹拿兵器说 来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要跟你们讲 诶 那这就得到证明了 约拿丹就对旁边的随从说 对 神给我们证据了 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了 走我们上去 因为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中了 所以啊 约拿丹的信心是大的 那不只说神把这一对防兵交给我们 今天神必把胜利交给我们以色列人 所以约拿丹是真有信心 不是草率的 不是血气的 不是莽撞的 是靠着神啊 一步一步 稳稳当当的走 这就是啊 约拿丹的一个好模范 所以啊 他们就冲上去了 十四节 十三节 约拿丹爬上去 用爬的呢 这不是平路 爬上去了 但是当然非利式人不晓得他们要做什么 以为他们要来 非利式人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兵器 结果他们啊 隐藏的 然后爬上去了 结果冲上去就杀 杀倒非利式人 然后那个随从也随着他们来急杀敌人 十四节 两个人啊 就一开始 面对这一班防兵 有二十个人在一亩地的半泥沟之内 一亩地半泥沟 大概就是 一亩地就是 一对牛 一天可以离碗的田地的那个范围 其实不是很大 大概就是一亩地 现在一半啊 半泥沟之内是半亩地 所以就会堂这么大了 结果他们杀了二十个人 两个人哦 所以啊 勇敢的杀敌 然后 于是啊 十五节在营中 在田野 在众民内 都有战惊 因为引动了 哇 杀生 然后开始就有骚动 大家就觉得什么是什么是 就开始啊 躁动了 防兵掠兵都战惊 结果啊 我们看到地也震动 战惊之势盛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晓得 为什么 因为地震了 地震了 你如果不害怕 你也很奇怪啦 谁会让它发生地震 神让地发生震动 所以很奇妙 人哦 有愿作的心 得神喜悦 那神动功的时候 你看 真的啊 如约那丹说的 或者神为我们施展能力 神让地大震动啊 所以一片的 这个大震动 大家 人心惶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人被杀 有人喊叫 所以啊 这个时候 就看见了这个神 启动了得胜之路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从约那丹的信心 再一次的 我们得到印证 他的信心有基础 他的信心能造就人 他的信心有行动 哦 那就得到神四下的证据 所以我们先行动 我们会得到神四下证据 甚至信心最后的果效 就是看到了 哇 这个开始啊 来征战 哦 然后他赢过了 杀了二十个敌人哦 哇 这个真的是 哦 你说突袭 顶多砍个几个人 然后最后 人家那个是防兵呢 哦 那这个 这个是 胜过二十个人 哇 这个信心的果效啊 让我们看见 哦 这个真的是 很激励人啊 神 会赐下胜利哦 而且这个信心的果效 他会引动大家的一种全体的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民心士气 所以在十六节到二十三节 就发生的 以色列人就都跑出来了 哦 然后非利式人乱窜 哦 所以啊 啊 我们看到这个 第十六节开始 在边亚民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 他们也看到 欸 远远看到 守望兵看到怎么 非利式的阵营 一团乱 是发生什么事情 哦 所以十七节 扫留 扫罗就跟他这边 基比亚这边的 六百多人而已啦 你们清清查一下 怎么了 我们这边有人出去做什么事情吗 一查 当然就知道啊 少两个人 前线的约纳丹跟 他的随从啦 哦 所以啊 啊 这个十八节 哦 然后扫罗就开始又讲 哇 那 这个赶快对亚西亚说 哦 亚西亚就是当时候的 川乙福德的这个祭司啦 他说 约贵约贵 把神约贵赶快运来 哦 这个时候才要想要运神的约贵 这个扫罗真是糊涂 那十九节啊 正在讲话的时候 然后菲利斯营中的宣扰越来越大 哦 啊 这个 这个一看就知道 那边发生大事情 而且 不是攻过来啊 是在那边发生的混乱 又发生的地震 哦 这个是一个局势的大转变 这是一个大信号 所以 那扫罗就对祭司说 停手吧 哦 你看这个人哦 这个王 真的很奇怪 你现在要求 求神哦 四下 这个指示 那现在要 祭司还没做到 不要了 不要祷告了 出尔凡的 这种王很奇怪 哦 所以我们看起来 他真的是血气的王 哦 他的勇敢不一样 哦 二十节 看到局势 他就赶快聚集 来到战场 然后他看到什么事情 非利式人居然用刀互相击杀 大大的遑乱 这种事情 当然不会发生在正常的情况 这种事情 就是因为神出手了 哦 神施展能力了 神啊 使地震动 所以神动手了 那当然百姓就赶快上去啊 啊 来来 征战啊 所以啊 是非利式人自己在砍自己 哦 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四世纪看过 对不对 哦 那个 耶和华他 激淀 他们激淀啊 激淀带领 这个三百勇士啊 去 跟那个米甸人 那个敌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结果耶和华 真神使他们混乱 所以激淀啊 跟三百勇士 他们只是拿火把 拿铁瓶敲而已 但是啊 敌人自相残杀 互相啊 这个击杀 所以这是神使人混乱 这是神斤打击打人 所以啊 也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二十一节就看到四面跟随的 这些 啊 原本从跟随非利式人的这些投靠的 哦 西伯来人 现在转过来 哦 转 回转过来 哦 正前不是脱逃 是 是 是 反向的啦 哦 来帮助扫罗跟约拿丹 以色列人的 另外藏起来的二十二节 藏起来的 怕得要死的 习命如今的人 现在也有勇气跑出来了 哦 因为他们听说 非利式人在逃跑了 就赶快出来 哦 大家团结来追杀敌人 哦 所以二十三节 纳日耶和华士 以色列人得胜 一直站到 伯雅文 好 看到 一路看起来啊 约拿丹的信心 带出来最后的果效 是大家团结一致 大家有勇气 大家一条心 来勇敢抗敌 哦 因为啊 神已经四下胜利了 所以二十三节 信心 会看到神 预备的胜利 这就是 诗篇二三篇啊 第六节 大卫 我们常在读的 他说 耶和华 在敌人面前 他为我预备言习 大卫的信心从哪里来 是因为他知道神预备好胜利了 人只要跨这一步出去 其实神帮你征战 神帮你排除万难 神预备美好的 这些好的成果在那里等你去领取耶 人只要用信心去走这条路就好了 哦 神啊 使人得胜 这是真实的 所以约纳丹的信心 有这样美好的果效 所以啊 他还可以鼓励到别人 让大家一起来享受神预备的丰盛的果实 我们看哦 这种影响 它不只是影响自己 影响他旁边的同伴 我们来看第二十节 这里有一种观望的人 就是扫罗嘛 那个王带着六百个主力部队 当然在敌人面前这些算不了什么 但是他毕竟是主力啊 结果他们在观望啊 他们从来不敢怎么办 不晓得怎么办 也不想要怎么办 现在啊 扫罗跟二十节啊 跟这些六百多人聚集 就来出动了 所以观望的人出动了 第二种人二十一节 这个本来投降的 投在敌方阵营的 这种骑墙派的人 现在反过来了 啊 以色列人有望了 那菲利士人逃跑 我们反过来 他本来成为人家佣兵呢 投靠在敌方 现在他又回转过来 所以啊 回头了 让那个骑墙派回头 第三种 那种胆怯懦弱的 那种隐藏的 那种专顾自己的 现在我也发起热心 好 一起一起来 国家民族要征战 所以这三种人啊 本来都不会往前的 本来毫无作为的 这种观望的 这种 啊 背叛的 这种 啊 隐藏的 哦 专顾自己的 都跑出来了 都能够 踏上这个 为神征战 为国征战 这个在今天的教会 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像约拿丹这样子 如果我们家庭里面 有一个人可以像约拿丹这样子 那这些软弱的 本来躲起来的 本来躲起来的 在观望的 甚至啊 他已经投靠菲利士 投靠埃及 投靠这个世界的 他会被拉回来的 他会被鼓励回来的 不是这样子吗 那些专顾自己的 躲在伊法莲山地的 有一个以色列人 那要躲起来 最后不要叫我 没事不要找我 发转单 做圣工去找别人 我想躲起来 在我的山洞里面的 但是约拿丹 站出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果效多么强 我们啊 这个应该要效法 约拿丹 我们也不要 来成为这样的人 逆转人心的这种 信心太好了 但是我想 如果我们是躲起来的人呢 我们是奇强派的呢 我们已经 离开教会了 离开很久了 不来聚会的呢 那如果我们是那种观望的 还在那边等别人 我就看别人 但是啊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不要当这些人 我们要当约拿丹 那我们可以带动 神的国 神的教会 我们的家 信仰可以再建立 这是约拿丹让我们的学习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再谈一下 因为跟约拿丹对比的就是扫罗王嘛 扫罗王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信心 他真的是血气 他真的是莽撞 鲁莽 很可惜 在24节开始 这里啊 在神给人胜利 在征战的过程 当然是看这个网的带领 这个网的带领 是不好的 我们看这个24节到46节 这一大段啊 发生什么事情 哦 因为244节一开始扫罗叫百姓起誓哦 现在在杀敌在得胜 他说 赶快 砍一个是一个 杀一个是一个 然后 要一直杀到底 哦 对没有错 要勇敢没有错 可是 人是血肉之躯啊 他下一个命令很奇怪啊 他说 不等到晚上 报完仇的 你先去休息的 跑去吃什么的 你必受咒诅 我们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奇怪的 往下这种莫名其妙的指令 所以啊 我们看到扫罗的这种鲁莽血气的带领 他是错误的 所以错误啊 就带来不好的一些事情 哦 所以他下了这道指令之后啊 二十五节 众民 一直在冲 但是很累一直杀敌 那个杀敌多累呢 而且要 要 要不断的进前 大家 很累了 疲惫了 二十五节跟说 看到有蜜在地上也不敢吃 整天没有吃东西 吃东西会被咒诅啊 会受 王的刑罚 所以二十六节没有人敢动手 哦 怕那个誓言啊 这个誓言莫名其妙 但是二十七节 因为那单已经冲在最前面啊 他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啊 他也没有听到 这个扫罗王的这种奇怪的 违反人性的 不怜悯的 这样的指令 所以他的伸手 拿 他看到蜜很自然的 哇 这个蜜嘛 补充体力 他都沾了一个来吃一下 哦 沾了一口 送到口里面 你看他一吃啊 眼睛就明亮了 因为太累了 需要 人是肉体 需要被补充 才有力气继续再战 不是吗 结果就有人跟他讲 二十八节说 啊 你父亲叫我们 炎炎起誓 所有人起誓 今天吃什么 都必受咒诅 所以百姓到现在 都已经没力气了 跑也跑不动 要杀敌也杀不了 所以啊 我们现在困境在这里了 所以 约纳丹听到就讲 啊 我父亲连累你们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看 我刚刚 这样尝了一点蜜 我眼睛亮起来 我有 恢复一点体力了 我可以继续再战啊 我们可以杀更多敌人 不是吗 所以他讲 他讲有道理啊 三十姐 今天百姓 任意吃了 从仇敌所夺的物 他们那时候战争 会夺取物品 补充 边补充水 边补充 这个热量 可以再继续杀敌不是吗 所以他说 可以击杀的菲力士人 岂不是更多吗 哦 这一段也告诉我们说 约纳丹的思维是对的啊 一个领袖 带领者 他也应该要考虑 他的部署的需要啊 不能随便下一个指令 是是 让自己啊 困 绑手绑脚 然后却又啊 得不到好处的 这是错误的指令 但是 是约纳丹讲出来了 所以啊 三十一节啊 啊 因为这样子啊 所以啊 因为以色列人太疲惫了 他们已经从密魔 一直到亚 亚伦 这已经经过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 这个路程不是在行军的 这是在 征战啊 所以大家 甚是疲乏 所以啊 大家看到王子说 对啊 王子说应该要吃东西 你补充体力 可以杀更多敌人 所以大家就急忙 把从所夺的这个 就是非力士人扭养 扭毒 然后踩在地上 因为太饿了 太急了 然后 然后 连那个 血没有放完 带血的肉就吃了 哇 这糟糕了 吃了带血的肉 是什么 吃血 吃血是 違反律法 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啊 三十三节有人就跟国王讲了 百姓吃了带血的肉 得罪神了 扫罗说啊 你们有罪了 今天啊 把大石头 来滚到这里来 然后就 战争就停止了 然后要来处理这个 意外的 处理这个临死的情况 扫罗就说啊 你们把 这个一个一个去跟百姓讲 所有人都来 来 把牛羊牵过来 不要自己在那边乱 乱窄乱吃 把石头滚过来 在这里 在这里杀 在这里把血放出来 按照干净 按照神的律法来做 所以啊 才不会再得罪神了 所以啊 这个百姓就顺从 三十五节 扫罗为神主义座坛 他是初次为神主坛 我们看到 这一段的记录 真的是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 扫罗做的很奇怪 不治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们说啊 错误的决策 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是不是这样子呢 贪污已经很可怕了 那错误的政策 带领的人下错误指令 更可怕 损失更严重 后果更加惨重 所以啊 让百姓犯罪 其实是百姓犯罪吗 百姓是在国王下错指令 然后啊 使他们不晓得怎么做 然后啊 在迷糊之间啊 犯错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里啊 一种错误 他不但啊 不专心 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里的表现 你看他一开始要 叫祭司啊把约会带出来 就是要求告神 求问神的意思 而且后来又说不用了 不用了 停手 所以 不专心依靠神 半途而废 这个时候祷告神也慢了吧 他早就该跟神祷告了 他早就该寻求神的带领了 怎么现在才做呢 所以啊 很多事情都慢了一步 应当要真正的 平常要跟神建立关系 才能够啊 来仰望神 才有信心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错 那第二个 他在血气中行事 而且啊 做出错误的引导 血气里面做事情做决策 这个 往往啊 是败坏 往往是不正确 那一个国王下错指令 就影响到全部的国家百姓 所以到底要事倍功半呢 是事半功倍 你看 约拿丹的信心 让他能够事半功倍啊 但是扫罗王哦 做这样的错误的 这种 这个这个 情急失言啊 鲁莽发誓啦 最主要他还是 一种很主观的人 很 好强的人 哦 然后他就作俭自服嘛 你在 在得意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大话呢 是不是常常有这种事情 哦 现在 我们大 局面大好了 本来他躲起来 现在局面大好了 大家要杀敌 不准吃饭 哦 发誓吃饭的哦 要 就要 悲罪 所以这种很奇怪啊 这种 浩大喜功 这个 贪图虚荣 这种很糟糕 这是扫罗王的毛病 好 那现在啊 他第一次为神主谈 圣经里面写 他前面啊 神的灵感动他 他靠神行事 都没有问题 他从来没有想要为神主谈 你看他跟神的关系 一个神所立的王 要带领百姓来归向神 来依靠神的 结果他从来不祷告 他从来不祖坛 啊上一次啊 在 在我们别的 在前面的十二章 不是提到他 这个强行献祭吗 十三章上一章而已 所以该祷告 该谦卑的依靠神那不做 然后 然后 忽然之间都冒出来 就是我要来献祭 这个值得我们来思考 我们的信仰要很谨慎 不要像扫罗这样子 所以他第一次主谈啊 当然是感谢神啊 带领今天的胜利 但是还没有结束啊 他也要为百姓赎罪 百姓的罪从哪里来 其实是他带出来的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他带出来的 这种持道的信仰 持道的信心呢 真的是不可取 那我们来看第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开始啊 这个扫罗又说 啊 这个献完祭了 这个我们继续冲吧 不如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抢夺他们一直到天亮 他又 心血来潮了 他又不问神了 很奇怪 然后民众只好说 好啊 看网怎么下令 我们就去做啊 但是祭司会讲 祭司会提醒的 我们要先亲近神 你刚才前面在献祭 在感恩 然后在赎罪 你现在又忽然 又走在神面前了 那你要不要先问神 要怎么心 扫罗就说 好啦好啦 勉强 我就问神 可不可以 但是今天这一天 神没有回答他 三十七节 神没有回答他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 决定要这样做 然后再来问神了 神为什么要听你 当然说我 我决定要这样做 然后再来祷告 神啊 你知道我这样 给我成全 这种先画靶再射箭 这种信仰很糟糕 这种祷告 也不会蒙神悦纳的 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思考 扫罗就是都做这种事情 所以神不理他 我可不可以继续前进呢 他知道有问题 因为神没有回答我 所以他就说 好我们要来查 谁犯罪或谁出问题 然后开始 以下呢 他说百姓通通聚集来 然后 就来撤迁 来撤迁 那看看 结果最后撤出扫罗跟他的儿子一边 百姓都无事 看看 这证明什么 百姓没有罪啊 百姓的罪是他的问题 但是最后啊 42节再撤出来 结果撤迁最后 哇是约拿丹 就说 这个祭司 用这个 屋铃跟屠民嘛 对不对 祭司以福德里面 就有一块屋铃 一个屠民 這個就是 是或不是 福或是或 這樣子 反正就撤出約拿丹來 42、43節開始追 那扫羅說你做了什麼事 才開始追查 就約拿丹說 我實在是 我手沾了一點蜜啊 我這樣就要死嗎 扫羅 這個時候還很耗面子 還是說我說一定要死 所以你要死 所以啊 44節扫羅說約拿丹啊你一定要死 不然怨神終終降法有 這樣的講話 這樣的會看起來要實行他的權柄 其實是為了他的 面子為了他錯誤的 這樣的發誓 來維護一點意義也沒有 結果百姓啊 全部站出來45節 約拿丹求情 以色列人 約拿丹今天在我們國家 行這樣大事 大拯救 怎麼可以讓他死 不可以 我們也指責永生神奇事 你要奇事 我們也來奇事 所以大家這時候不怕扫羅王 不怕那個誓言 因為大家要公義的站出來啊 今天是約拿丹帶領我們啊 我們不然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怎麼樣這樣的勇氣呢 所以他們奇事說 一根頭髮也不可以落地 因為他今日與神一同做事啦 喔 於是百姓救了約拿丹免了死亡 救了約拿丹免了死亡 救了約拿丹免了死亡 這是神的旨意啦 其實救了約拿丹也是打了國王一巴掌啦 你今天下錯指令就是你 害我們莫名其妙的 無故地摘殃 這個 這個真的是神在帶領這個過程 很好笑 但是百姓也證明 今日神 祂與神一同做工 所以少 我們再一次的看到約拿丹的信心 約拿丹不是自己勇氣 他是與神同工耶 那種信心是神喜悅的 所以祂一同做事 一同與神同心 同工 與神同行 與神一同征戰 其實是神在為百姓征戰 所以你看喔 信心的果效這麼好 正確的信心是向神的信心 就可以與神一同做事 這個事 就與神一同征戰 其實是神為我們預備征戰的 為人預備征戰的這樣的一個勝利 就一同得勝 一同同享榮耀嘛 所以啊 扫羅就回去不追趕非利士人了 非利士人就回去了 可是喔 很可惜啦 這明明是可以大大的滅掉非利士人 結果你看 最後這個半途而廢的戰爭 多麼可惜 又是扫羅王下錯的 這樣的一種指令 因為他的血氣的 沒有靠神 沒有思想 喔 所以啊 他說 就浪費了這些時間 就大家都回去了 非利士人 沒有 沒有全部發生 又有 又重整部隊回去了 喔 所以這是一個大大可惜的地方 好 所以從今天這個學習 我們也看到啦 這是從約拿丹啊 這樣的一種屬靈的信心 跟扫羅這樣的一種屬式的血氣 屬肉的這樣的一種帶領 是我們來思考 我們今天時間關係 我們就講到這裡